晚安 拉曼人无法抵挡我们 朋友们 来 加入我们的搭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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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加入我们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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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摩尔文 要对你们说 我靠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由于他给我的召唤的恩赐 获准在这时刻对你们说话 我要对你们这些属于教会做基督和平的信徒 并获得充分希望 可以进入主的安息的人说 因为我记得神的话是这样说的 你们必从他们的行为认出他们来 因为如果他们的行为良好 那么他们也一定是好人 神说过 邪恶的人不会做好事 因为无论他呈现礼物 或向神祷告 若不是出于真诚 对他毫无好处 你说的真心诚意是什么意思 苦泉流不出好水 甘泉也流不出苦水 做魔鬼仆人的不会跟随基督 如果他跟随基督 就不会是魔鬼的仆人 所有好的事物都从神而来 而邪恶的事物都从魔鬼而来 因为魔鬼邀请并说服世人犯罪 不断做邪恶的事 但是属于神的则不断邀请并说服世人为善 所以凡邀请并说服世人为善 爱神及服侍他的事物都是蒙神感召的 所以要注意不要将邪恶的判断成属于神的 或将良善而属于神的判断成属于魔鬼的 我们如何正确判断分辨善恶 判断力已赐给你们 使你们能分辨善恶 而判断的方法 就像分辨白昼与黑夜那么简单 你们可以完全知道 基督的灵已赐给每一个人 使他们能分辨善恶 所以我告诉你们判断的方法 每一样邀人为善并劝人信基督的事物 都是借基督的大能和恩赐拆来的 所以你们可以完全知道 那是属于神的 要在基督的光中努力探求 使你们能分辨善恶 如果你们接受每一样美好的事物 不加以指责 你们一定会成为基督的孩子 我们怎么能够接受每一样美好的事物呢 神通晓万事 他差遣天使 施助人类儿女 显明基督的来临 每一样美好的事物 都因基督而来到 神也亲口向众先知宣布 基督必定来临 所有美好的事物 都来自基督 他来临后 世人也凭着对他名的信心而得救 他们凭信心成为神的孩子 像基督活着一样确实 他对我们的祖先说过这些话 他说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向父求什么只要是好的 并凭着信心相信你们必得到 看哪 事情就必为你们成就 但我们再也看不到奇迹了 奇迹是否因为基督已升天而停止了呢 没有 天使也没有停止施助人类儿女 天使如何施助我们 他们施工的职责 是召唤世人悔改 履行并执行父与人类儿女 所立圣约中的事 基督说过 你们若对我有信心 就有能力做一切 我认为合一的事 他说 大地各端的人啊 要悔改 归向我 奉我的名受洗 对我有信心 这样你们才能得救 如果这些话是真的 而神会在末日凭大能和极大的荣耀 向你们显示这些是真的 奇迹的时代就结束了吗 还是天使就停止对人类儿女显现了 还是他就靠留圣灵的力量不给他们了 只要时光继续或是大地仍在 或是地面上还有一个人带拯救 他会扣留圣灵的力量吗 是凭着信心才行奇迹的 是凭着信心天使才显现并失助世人的 因为根据基督的话 除非对他的名有信心 否则无人可以得救 所以这些事若已停止 那么信心也必已停止 在困难时刻我们如何能有信心 我要跟你们谈谈希望 除非你们怀有希望 否则怎么得到信心呢 要希望靠着基督的赎罪 和他复活的大能复活 而得到永生 根据那应许 这希望要因你们对他的信心而实现 人若有信心 就必定有希望 因为没有信心 就不会有任何希望 人除非心里温顺谦卑 否则不可能有信心 否则不可能有信心和希望 否则不可能有信心和希望 人若心里温顺谦卑 并借着圣灵的力量 承认耶稣是基督 就必定需要有人爱 人爱 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不嫉妒 不章狂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亦被激怒 不动恶念 不在罪恶中快乐 只在真理中快乐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你们若没有仁爱 就算不得什么 因为仁爱永不止息 因此 要固守着仁爱 那是一切事物中最伟大的 因为一切事物中必止息 然而仁爱是基督纯正的爱 这种爱永远持守 凡在末日被断定有仁爱的 他的景况一定很好 要全心全力向父祈求 好使你们满怀父赐给他儿子 耶稣基督的真正信徒的这种爱 使每个人得以成为神的孩子 使我们在他显现时像他一样 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 使我们怀有这个希望 使我们被洁净的 像他一样纯洁 阿们 阿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